8月26日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特区成立40周年的日子 在1980年的8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 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至此 在经历了两年零四个月的酝酿之后 国内完成了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和立法程序 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在四大特区里 深圳毫无疑问是最显眼的那个 40年弹指一挥间 深圳从中国的一个边陲小县 崛起为经济总量第三的一线大城市 至于深圳的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 这意味着过去40年 平均每年都有超过54万人口迁移到深圳 并留了下来 相当于每年搬来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 民间广泛期待 深圳40周年可能会出台利好 但这也只是民间的期待 官方此前没有任何暗示 在过去这些年 一些承担重要使命的区域 往往会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获得新利好 比如2018年4月 在海南建省建特区30周年的时候 国内出台了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宣布在海南建设全岛自贸区自由贸易港 而深圳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 获批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但是昨天显得似乎有点风平浪静 众人期盼的大礼包 例如城市扩容等都没有出现 不过 根据财联社的报道 在8月26日下午 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七项创新性重要法规 其中 比较引人注意的 有两个 一个是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一个是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是中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 将在明年3月1日开始实施 根据之前的征求意见稿 个人破产条例的适用范围 有两个条件需同时满足 第一是居住在深圳经济特区 且参加深圳社保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 第二是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 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债务人同时符合这两种条件之后 就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和解或者重整 另外对债务人 持有50万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人 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 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系中 个人对所付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也就是说 除非债权方同意免除 否则只要债务人还活着 则需要以他全部财产和收入来清偿债务 死亡是个人债务在无法清偿的情况下 消除债务的唯一方式 虽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是在债务高压下 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世界 时常触动着大众敏感的神经 在现实生活中 难免有一些不幸的人 因为天灾疾病市场经营等原因 导致负债制品 个人破产法 给那些诚实而不幸的人一次 自我救赎的机会 也是商业文明发达的 国家或地区的标配 此次公布的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作为地方性法规 是在国内 现有法律体系上的一次大改 条例也引入了和解 破产清算和重整三种方式 供当事人则有选择 有市场观点猜测 国内推动个人破产法 可能是为岌岌可为的楼市 打上一剂预防针 仔细想想 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一旦泡沫破灭 房价大跌 房贷断供 很多人将会破产 届时如果没有 个人破产制度来保护 债务压顶之下 这些人只会走向绝路 有了个人破产法 至少可以保证 买房人断供后 银行不至于一分钱 都拿不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如按照深圳的 个人破产条例 想申请个人破产 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一系列条件 一是 如实申报财产 即从申请日开始 往前追溯三年 不存在转移 隐匿和不合理 处分财产的行为 如此 希望把资产转移 再通过申请破产 恶意逃避债务 基本上是行不通的 另外 企业破产法 对于企业破产中的不当处分行为 只往前追溯一年 而个人破产条例 则要往前追溯三年 这也显示了 立法 对于个人破产行为的要求 更加严格 二是 除生活必要资产外 其他资产 会被处置还债 在确认财产后 破产管理人 会给破产申请人 留下生活必需的一些财产 其他资产 都会被处置用于还债 有人也许会问 唯一的住宅能不能作为 生活必需财产留下 总不能睡大街上吧 答案是 房子肯定留不下的 最多留点房租 三是 免责考察期 申请个人破产之后 破产人要接受三年的 免责考察期 这三年里 破产人的收入分配 消费 职业资格等诸多方面的行为 会受到限制 在收入分配方面 有专业的管理人 负责审核破产人提交的年度 个人收入 开支和财产报告 按照财产分配方案 对破产人年度新增 或者新发现的破产财产 进行接管分配 所以 这三年 即使有赚钱 也要优先进行还债 在消费方面 管理人负责对破产人 免责考察期内的消费行为 进行监督 基本上跟目前 对待老赖一样 对出行 高消费 子女教育 旅游等 非必要消费行为 进行控制 比老赖好一点的是 还可以坐飞机经济舱 和动车二等座 在职业资格方面 很多职业 可能受到限制 最后 如果发现违规 免责考察期 还可能被延长 四是 利益相关人的监督 如果以上步骤 都能熬过 破产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 对于剩余债务 进行免责 但是 以后只要 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发现破产人通过欺诈手段 获得免除剩余债务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撤销免责裁定 这样 之前的努力 全部白费 该还的钱 一分 也不能少 最后 如果当事人八年内 做过破产清算的 也无法再次清算 综合来看 个人破产制度 不论在成功实施的国外 还是即将实施的国内 绝不是一种 慈善制度 它的积极意义是 暂时为走投无路的 欠债人 提供一条生路 活下来 才有翻身的希望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 在深圳经济特区 科技创新条例里明确 允许在深注册的科技企业 实施同股不同权 在扩大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 保护其稳定发展 允许同股不同权规则 无疑增加了国内资本市场 对公司的吸引力 在以前 中国很多科技类的公司 都跑到美国上市 而赴美上市 有诸多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国内不允许同股不同权 同股不同权 又称双层股权结构 是指资本结构中 包含两类或多类 不同投票权的 普通股架构 同股不同权为 A B股结构 其中A类股为普通股 B类股为特别股 B股所拥有的表决权 是A股的数倍之多 这类股份 由管理层持有 普遍是创始股东 及其团队 A类股 一般为外围股东持有 此股东 看好公司前景 因此甘愿牺牲 一定的表决权 作为入股筹码 也就是说 同股不同权之下 在做出重大决策时 管理层可以保证 一定的控制权 所以 对于企业来说 可以直接利用 股权融资 但是又能够避免 股权被过度稀释的问题 2020年 中概股掀起了集体回归潮 现在创业版 不仅采用注册制 也允许同股不同权 这为中概股的回归 拓宽了道路 多了一些选择 但需要注意的是 同股不同权 并非国际惯例 例如澳大利亚 韩国 日本及新加坡等国 居民却禁止 上市公司进行多重股权的安排 一方面 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披露 或者投资者不能通畅的获得 司法救济的途径 投资者的权益实质上 极易受到侵害 而在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中 主要的道德风险 集中于大股东 与小股东 而非企业管理者 与股东间的背景下 推行同股不同权 可能使得投资者受侵害的问题 变得更为严重 所以 最终效果如何 仍有待于 进一步观察